来看另一个已经确定的阁源名单 行政院秘书长将由台北市副市长陈威仁接任 陈威仁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内定的行政院长江仪化已经和他谈过 政院职务的分工 至于详细的工作内容 陈威仁说还不清楚 要利用过年假期好好了解 台北市副市长陈威仁出席论坛 细处前任与现任台北市长的政绩 即将接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威仁 承认台北市都市发展局长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长 台北县副县长 以及交通部常务次长 这一次接受张仪化的请托 接下行政院秘书长的职务 见面的时候是希望我加入这个团队 同时初步就院长副院长跟秘书长 上个人的分工做过一些指示 未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内能够沟通 协调大家步调一致 对外政策上的沟通 让我们的法案能够顺利的推动 媒体评论陈威仁过去负面评价极少 而包括宋楚瑜 马英九 周锡伟等人 都曾经是他的长官 人脉关系深厚 而且沟通协调能力良好 是外界认为陈威仁能够接任行政院秘书长的主要原因 我对行政院的一些重要的工作 我还不了解 因为我还是现在还在地方工作 所以还来不及有机会去关心行政院的重要的方案 但是我会利用假日的这个这段时间 赶快地去恶补了解行政院的重点工作 陈冲内阁将在本周四总辞 过万年之后新内阁正式上任 届时将增添不少新面孔 新唐人演的电视 过云开柳资营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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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资金